今天来做一个油泼辣子 用到的材料有 细辣椒粉 醋辣椒粉 自磨干辣椒粉 300克油 葱姜 洋葱 香叶炒果 八角 桂皮 肉蔻 调料有 瓜椒粉 洋葱粉 芝麻 盐 糖 紫草 醋辣椒粉 与一半的 自磨干辣椒粉 对开 搅拌均匀 开油锅 当油温达到120度 下葱姜 洋葱 炸一会儿 然后再下香料 葱姜 炸到块胶边 就把锅里的炸料都取出来 捞出来的炸料 可以做卤牛肉的时候 提香用 油温上升到200度以上 撒上芝麻 然后把油 炸到对好的辣椒粉上 温度降到140度左右 下剩下的一半 自磨干辣椒粉 再加一半的细辣椒粉 这个细辣椒粉是非常辣的 所以不是很能吃辣的 自己酌情一下 加上紫草 温度到100度左右 把最后剩下的细辣椒粉倒进去 加盐 糖 花椒粉 洋椒粉 洋椒粉 搅拌均匀 最后可以加一点鸡粉 也可以不加 把辣椒盖上 静止一段时间 现在就可以了 把做好的油泡辣子 倒在玻璃碗中 存放起来 第二天吃是比较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个赞 谢谢